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别人的需要当中看到自己的责任 我们从刚开始就是单纯的说去帮忙弱势 到后来我们发现必须正确的帮忙弱势 接下来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带我们的客户朋友伙伴们 一起去正确的关怀弱势 接下来我们带状的做有计划有策略性的 做这些帮助弱势的行为 然后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是公益宣导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画面 是我们去到了大陆 然后去看探访珍珠生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屋子那个条件是极度极度的差的 他的父母亲都生病了 然后这个孩子学业很好认真练书 我要说的是这个态度 他的父母亲原先是卖血来让他的孩子练书的 而在那个时间他们还说着要炸锅卖铁 让孩子能够拥有好的教育 这是我看到最经典的画面 其实我们是获益最大的人 因为我们的伙伴透过帮助弱势 其实我们学习会给爱的力量 你知道把爱给出去听起来有心可是无力 然后可是我们练习的在现场真正的把爱传出去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的员工伙伴们回了家 他能够拥抱他的妈妈 然后他会告诉他爸爸我爱你 其实是透过这个断练的 我们的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